趁著暑假好天氣 家長帶小朋友到戶外玩水 一曬就是好幾個小時 不過這幾天台灣部分地區 飆到三十八度高溫 得小心中暑 我們大概就給小朋友防曬 然後就多帶一些水這樣子 下去到一定的時間 其實要上來休息一下 受到太平洋高壓籠罩 水氣減少 各地晴朗炎熱 氣象局也針對各縣市 發布高溫資訊 中午前後花蓮縣縱骨 有機會出現三十八度的極端高溫 太平洋高中心逐漸的往台灣靠近 我們甚至預期在二十三二十四號 也就是週末的時候 中心會再更往台灣接近一點點 因此屆時台灣這邊的天氣 會更加晴朗 溫度上也會更加的炎熱 氣象局預報未來一週最高溫 飆到三十八度出現淚熱浪 從七月二十一號到七月二十七號 尤其北部盆地地區 六日出現三十八度的機會最高 東北部中部南部三十五度 花東則是三十二度 不過花東縱骨和內陸地區 可能會更熱 直到二十七號 太平洋高壓減弱才會稍微降溫 但有人卻熱到心肌梗塞 臺中一名二十六歲身材肥胖的男司機 在正中午送貨途中突然感覺胸悶 呼吸困難 開貨車衝到醫院急診 醫生檢查危急性心肌梗塞 緊急進行心導管手術裝置心臟支架 才減回一命 天氣炎熱也要防中暑 武漢熱衰竭 如果發生時應該到陰涼處脫掉身上 多餘衣物冷卻也要補充水分 才能避免熱傷害 三十七號新聞 講康俊宇 台報道